一般上我枕邊是不會放書的 因為我的書櫃就離我的床大概一步距離而已 所以都是在書櫃那邊拿的 所以我的書櫃有各式各樣的書 而且我一個習慣就是隨便亂抽一本書 我今天介紹的這本書反正是我手邊書 它是放在我的客廳的桌上的 因為其實我以前讀過一篇文章 它說如果你要培養一讀的習慣 你就要有整編書、手編書、書包裡面的書 所以這本書是我比較常讀 就放在客廳的桌上的 它其實是一本 說他是心理學家 它有一個名稱叫自我啟發之父 叫Alfred Adler 翻成叫阿德勒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心理學家 學的是跟心理有關的書 那為什麼他沒有佛羅伊的這些著名的心理學家那麼有名 據說是因為他的學說是因為他死了之後 大家還沒有整理出來 但是據這本書說 很多的心理學家都是受到他啟發的 所以我喜歡看這類的書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我自己平常可能心理脆弱的時候要用到 第二個就是可能就是看了之後 可能可以幫助我在跟聽眾傳達某些價值觀訊息的時候 會比較正面有一些方法 比如說他們有情緒各方面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裡面拿一兩個東西就可以給他們一些tips 我覺得是一物兩用 又可以對自己有幫助 又可以對聽眾有幫助 你就要告訴自己 如果你因為工作挫敗而不想勾作 會更嚴重 如果你因為跟別人人際關係不好 你以為說我不要跟他講話 我不要看到他就沒有事 反而會更嚴重 你應該找一個方法跟他溝通 所以這就是這種自我啟發 所以通常我買書的時候我就會翻 翻到其中一個帳機 我覺得我自己看了有費我就會買下來了 這本書適合就是你很喜歡看一些自我啟發的書籍 可是它又不是一般的 它不是一般那種叫你比如說要去正面的想而已 它是真的給你一些實際的例子 告訴你怎麼樣跟自己說話 所以我就會喜歡看一些心靈啟發書籍的朋友 應該會蠻受用的這本書 就是所謂的自己跟自己講話的書籍 當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比如說你遇到一個同時很惹人厭的時候 你會很想跟他吵架的時候 你去翻一個章機 哇這篇章機很適合自己 我就讀就讀啊 還是放下吧 不要跟他自尋煩惱吧 所以我覺得就是那種自己找尋答案的人 很適合讀這類的書籍 好夾 感谢观看